现在来自各方面的证据都显示气暴跟李长荣化工有关 有多位的受灾户昨天集体到了高雄地检署 控告李长荣董事长李某伟触犯了公共危险罪 除了请求检察官要加快侦办的脚步 他们还希望立刻积压李某伟 以防止他进行脱产以及转贡串贡等行为 拿着海报和抗议 上面写的都是居民的无奈和控诉 气暴至今第四天 宝宝局指向李长荣化工就是肇事元凶 在名代表上午聚集高雄地检署 按您控告李长荣化工董事长李某伟 李长荣明知秉析外泄还持续输送132分钟 平华177条故意肉异气体